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先来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关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 进入资料固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专访来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争议新事件背后值得我们要关注的 一些议题跟面向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很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独立媒体能不能够做得更多的报道 做更好的访谈 做更深入的讨论 都必须靠着群众大家的共同募资的支持 在我们的萤幕的下方 有相关的捐款的资讯 也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 在这个7月21号呢 我想在台湾今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跟司法的改革 就是国民法官法的 不只是上落 而且开始有第一宗的这个案件已经审判出炉了 那7月21号这个案件 它不只是这个出炉 不只是第一个这个国民法官参与的案件 它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震惊社会的这个杀夫案 那在这个杀夫案的这个判决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被告 这个以杀人罪起诉的这个被告的寄姓妇人 他被判有期徒刑是这个7年2个月 那审判长在这个宣判之后 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这个被告仍然有选择脱离家暴之可能性 所以没有在刑法上面的情刊敏述的空间 这样一个做法 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 当然除了关注是一个手中的国民法官的参与的判决案之外 这个结果也造成了一些社会的不同的意见 例如说妇女救援基金会呢 他在随后也发表声明表示 他们对这个判决的结果是感到非常失望跟遗憾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这个判决的结果是看不见这个受虐者的创伤跟恐惧 所以他呼吁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引入专家证人纳入这个情刊敏述的减刑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针对这个话题来跟大家做讨论 特别是这个家暴的案件好像在邓如文杀户案之后 我们有相关的法规已经做了一些改变调整 可是这些事情还是仍然在发生 那国民法官我们常在讲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国民法官能不能够了解这个家务里头的各式各样的复杂的 这个问题跟权力关系呢 所以今天就要请的是这个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执行长 杜英秋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执行长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执行长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那我们刚才稍微讲了一下这个杀夫案的这样的一个判决的结果 所以可不可以请这个执行长稍微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一次的国民法官的这个组成 然后跟这个事件的一些背景 我稍微查一下 其实国民法官他是由六位的国民法官跟三位的专业法官 对在这次案件 对的组成而成的 然后他们做一个马拉松式的审查 那我在听说他们在开始审查之前 其实他们是有做过训练的 就是相关法律相关的训练这部分是有的 那这一组案件变成手中的判决 因为同时有好几宗案件进去 那国民法官他要审判的是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最亲的本刑是十年以上 那第二个是因为故意犯罪而发生了死亡的结果 那透过这样的国民法官一起来审理 那要审理是否有构成犯罪 他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这样子 那这一起的受暴妇女的杀夫案 我记得看新闻系 它是长期遭受到暴力有37年的暴力 37年 对 就长达那么久的时间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适宜 家庭暴力防治法人通过 为什么还有一个这么受暴 那么严重的妇女存在 的确是有的 那可能家庭暴力防治法一些通过 其实是对台湾是很好的 那我们很大的发现是 已经有很多刚开始发生家暴的时候 他就出来求助 在20年前在做的时候 基本上很多妇女是发生了5年10年 之后他们才敢出来求助 那到现在 他们只要发生家暴案件 他们就出来求助 所以家庭暴力防治法 跟大家的宣传的确是有用的 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学校会教 如果有家暴要打113 对 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 年轻的孩子或年轻人 大概也都了解 有些基本的素养跟知识 待会我们再谈 就是说为什么已经推行了 这么多年还是存在 但我们如果再回到这个案子来谈的话 再请你跟我们多一些事的说明 好 那其实这个案件 为什么会进入国民法官里面审理 我看了一些内容是说 因为他们是有选择性的 像差不多时间同时发生了一个 家暴的妇女杀妇案 他是没有进入国民法官的审理的 那我有看到他当时在 真主要进入审理主要的部分 是看看是不是符合59条的 就是那个是不是59条里面的条件 那从头到尾都要斟酌 是不是符合这样的减刑的条件 那很可惜后来是没有 是直接用自首就是到五年 所以他就五年以上来往上加 这样子 对 所以你们对这个判决的结果 其实有一些的不认同 那其实你们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对 我觉得很不认同的是说 因为在过往 家庭暴力防治法那么久 它要包含大推动之下 我们会期待跟要求 所有参与就是家庭暴力相关的案件 包含网络的服务人员 包含司法人员 他应该有受过一定的训练 这个训练所谓的就是 他了解什么叫家庭暴力跟婚姻暴力的迷思 还有一个家庭暴力他的一些 可能背后一些全控的本质因素之类的 还有所谓一些创伤知情 他这些的被害人 他受到一些怎样的伤害 那家庭暴力的被害人很长期的 几乎很多会有一种习的无助感 那习的无助感就是 不管我尝试几次 我尝试要逃跑 我尝试要求助 到最后其实都没有用 都会被找回来 都会被抓回来 所以他在很多通无用的情况之下 他内心就会很大力恐慌之类的 所以审判长里面是说 他是不是有其他的选择 在外在看起来是有其他选择 可是他在他内在的情况之下 尤其最后一次暴力是他到姐姐家 姐姐家也被找到的时候 我相信那种无望感是更严重 那更印证了他热习的无助感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唯一可以想到的部分 有可能是杀了他 也许对家人 对孩子 对他都是好的 他想要亲手解决这一部分 所以这一块没有纳进去 因为整个审判过程当中 他并没有看到他37年来 他遭受一些暴力的状况 还有他整个求助使 我们在所有的做家庭暴力里面 我们会讲求助使跟依应的方式 通过无效的情况之下 他才会选择 那第四个部分是很多的司法人 或网络的人 我们会有一个叫性别敏感度 对 会针对整个父权的 或是一般的家庭传统之下 他怎么去看这个就是 女性怎么在家庭里面 为什么他没办法离家 为什么他没办法走出来 这是跟性别是有关的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迷思 那很多的人对父女 其实现在还是会有 蛮多的那个一般不了解的 会一直问我们说 他为什么不走就好 他可以自己走还是也大了 那走就好了 那离开就好了 那为什么他还会回来台湾 他就离开嘛 就是逃跑可能是一种方法 对可是他这个案件我看了 他家人他自己的陈述跟社工的包围 其实他几次逃跑 几次走了 最后有可能是回来被找到 有可能是被要求原谅 那又有可能是他被威胁恐吓回来 那我们在家庭暴力 有一叫做家庭暴力的循环 就是他会有一个爆发期 爆发期之后他会有冷静期 冷静期之后还有酝酿期 那有些这是三个期 还有一个如果是刚开始会有蜜月期 蜜月期就是他遭到暴力之后 一些相对什么送花去求去跪 就是信他来原谅 对对对 那这蛮多是在酒醉的加害人 就是他每次喝醉酒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他说我喝醉了 那请你原谅我 那蛮多家庭暴力的案件 他不是天天都上演家庭暴力 因为我们刚刚说有一个平静期 这个其实反而心很累啊 就是一下子对你好 一下子又莫名其妙家暴 一下子又莫名其妙对你好 对对对 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对他相处 这个好像很难去判断 就是不只是当事人 我想外的也很难判断吧 对应该是一般家庭都有时候会有这样 因为会有冲突的时候 只是说他们的冲突是会 会严重发生严重的暴力的状况 所以可能有些人看到是他是好好的时候 OK 对好像 所以邻居就可能看到他好啊 这家庭平常很和谐 对对对对 所以但是实际上面不一定是如此 对可是他没有看到他可能发酒疯的时候 发酒疯有些是会拿刀 或者可能会要杀死他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下 直凭印象说他对我们都印象中都好好的 可是你没有进入他家庭 没有进入到看到他可能对家人 包含对太太跟孩子的一些暴力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他会不了解 那有些案件 他连他的亲人都不会让他知道 婆家不会让他知道 因为他们回去的时候他都好好的 对所以有时候很难去理解说 原来他暴力那么严重 因为你不是他枕边人 你不是他家人 你没有办法去理解 他的心理的恐惧跟那个担心会是什么 所以你刚刚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你们在过去一直在推广 在做这种所谓相关的这个审判的时候 包括这个司法人员 包括法官 他们应该有一定的性别的敏感度 那当然这个也会希望 对国民法官也应该有这种性别的敏感度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会有国民法官法的这种设定 其实上是某种程度上面是要去回应 这个好像大家对于社会里面对于法官是批评是恐龙法官 或者是他可能都是考试 但是对于社会的现实不了解 所以我们加入了这些一般的民众 不就是要去补充这种所谓的不了解吗 可是你刚刚又谈到一件事情就是 家庭暴力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复杂 有各种不同的反复 有各种不同的隐藏 各种不同的这种情绪勒索 或是身体上面的暴力的压力 一般的民众有办法去了解吗 就算你有性别的敏感度 也有办法去面对或是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吗 会比较困难 那当时在国民法官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 就是对我而言 或是我们长期做家庭暴力的案件 或是性别暴力的案件而言 我们是反对把家庭暴力跟性别的案件 放入在国民法官 为什么 包含有可能性侵害致死 也是一样性侵害 那还好包含是有可能多元性别的 那因为这样就是杀人致死的状况 因为这是需要有一些性别敏感度 还有这个它是一个专业的领域 它应该要对这群的被害人 尤其大家看 它原本是一个被害人 对 后来变成一个加害人 其实一定会有它的原因的部分 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被害人的处境 你不了解这个被害人的一些创伤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很难去凭着你一般的印象 去做审判 这是危险的 而且对这些被害人 其实是不公平的状况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国民法官 这案件出来之后没有多久 有一件是酒驾致死 它一样被判七年两个月 酒驾致死一样是被判七年两个月 那一个受报到37年了 因为它不得已 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它被迫采取这样的行动 一样是被判七年两个月 所以看起来其实是没有差别性的 在量刑上面感觉是没有差别性 虽然它是一个独立的个案 但是从你角度来看 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 然后另外一部分 其实在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报社他有提出来 就是他去看他们投票状况 国民法官他的量刑是比职业法官低的 那这个事也是很 可是都高于五年以上 它还不是从五年以下捡 如果用五十九条的话 基本上是从五年以下来捡 但是如果这样讲是 这个国民法官反而比较能够情刊敏述的这种精神 对它可能会觉得判太重一点 可是好像差一两年 差一两年 对那职业法官是比较高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职业法官会高于国民法官 那我不知道什么因素 所以这会不会其实国民法官本来是有更多的同理跟联名 在这件事情的判断上面 也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还是不够的 还是不够 对因为我记得好几个新闻里面有写是说 他长期遭遭这种虐待 其实是值得同情的 那如果各位可以去看法条 在五十九 还有刑法五十九条里面的 他有讲到是说 犯罪的情状 必须另有特殊的原因与环境 在客观上足以引起一般的同情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可以最低的法定刑则能认为过重 就是如果以减刑 自首减刑是五年 那一般就申请过来说你五年太重了 所以你用五十九条面再给他剪 所以是五年以下来剪 所以他后来没有用五十九条 他就用五年来上面来加 所以你意思说这个寄信妇人 他其实就是自首 对他是因为自首符合 五十九条 不是不符合五十九条 他是符合自首的剪刑 所以是五年 对 他从五年是要 如果没有符合五十九条的话 是往上加 OK 他们觉得五年太少了 所以往上加 如果你符合五十九条的话 是五年往下剪 所以后来他们觉得他 因为还要别人选择 对 所以不符合五十九条 所以没有往下剪 而是往上剪 那如果他和国民法官 他有去受贵训练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是说 在他的特殊的原因跟环境 特观上可以引发一般人同情 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符合 对 我不了解 为什么说不符合 因为他们所有判决民 他说对是值得令人同情 那然后呢 就是说因为他侵害是生命法医 对 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各位知道吗 三十七年的受报的情况当中 有好几次 我记得是有通报十一次 好几次他带着上去 应该是逃病的 那他就没有侵害他的生命法医 当然是因为没有把他杀死 对所以可能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严重 但他多次的这种生活在恐慌害怕里面 差点那个死掉的情况之下 是通通没有被看见的 然后他为了保护他的家人 为了保护孩子一直忍受到现在 也是都没有被看见 所以后来我记得新闻上有写说 他也有恐慌症 也有忧郁症 那他们姐妹说原本这个妹妹 原本是多么活泼 开朗怎样 后来结婚之后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就是遭受到家庭暴力造成的 那像我们食物上 我们所谓的受报婚姻 他会有一些症候群 那习的无助感 其实是最严重的一种 那很普遍的是没有自信 低自尊 对然后会害怕就是 认为自己就是会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各方面 那还有一个部分 他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那会自我秉拟之类的 还有很多的状况 他的人生他社交会被隔离 那还有经济的部分也会被控制 社交 所以做一个人应该要有的 基本的要件跟自信 他可能都不存在 因为长期在这种暴力的状况下 有可能他还没有行动的自由 跟社交的自由 可是你刚刚谈到通报11次 那通报11次 难道没有任何像保护令这样的方式 去隔离他们 让他不要再去受到侵害吗 他在通报11世纪 每次都有社工介入 那每次通常会提供服务 你要不要匹务所 要不要哪些 或是有险数申请保护令 这一款系都有的 那有几次 我看有几次是测掉的 在我们实务经验里面 测掉就是当事人测 对对 在我们实务经验 蛮多是当事人被押的去测 哦 可能被他的家人 他劳工 对通常是被先生要去测 那测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说 你要害我坐牢吗 那你要害我 行事有前科吗 如果一般对保护令不懂的话 他就会这种的害怕恐惧 基本上保护令是预防 如果你不对他动手 他没有去报警 其实是没有用的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有前科 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 除非是你有动手 他有报警判刑 有可能再进入公诉罪 要不然是没有的 这是会被 就是被威胁恐吓的部分 那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刚刚说 在亲密关系报电完 有一个叫蜜月期 他就一直会告诉他 你可不可以去测掉 我这样子才不会有前科之类的 还是 我不知道他是用威胁恐吓 还是用那个 就是求他的方式来进行 那有人说 可是基本上 发生亲密关系 暴力不代表他对这个人没有情意 因为一些情感 夫妻型还是会有 那我刚刚是说 他暴力也不是时时刻刻在发生 有时候会有好的时候 所以他可能会受不了去 被要求要去撤掉 这有可能 那住庇护所里面 对很多人 庇护所因为他是一个团体环境 他根本不错 可是他有时候 孩子在家里或怎样 他会透过各种那种高压全控的人 会透过孩子去温情喊话 或是 我这是最困难的 对 所以为什么有些 住庇护所的妇女 住没多久 就会跑出来 因为他非常担心 因为他会舍不得他小孩 对 他不是舍不得而已 他是担心 他小孩也会受包 对 或是在家里面 好好地被照顾之类 对高压全控型的 他随时要掌握他人在哪里 他跟谁见面 他可以利用他的亲友去控制他 利用孩子去控制他 对 所以他今天只要受报之后 他躲去哪里 他一直会追踪 一直会去寻找 那你不回来可以 我知道 我就掌握你的家人 掌握你的亲友 你不回来我就威胁恐吓他 甚至我曾有一个案子 以前协助的 他就跟我说 你不回来我就去你娘家放火 哇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类似的案子 对 真的就是到那边 那你这位女儿 你敢不出面吗 你也不想要连累自己的家 对 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他说你不出来的话 我就在桥上跳河 而且真的是在桥上的 对 那我们那个被害人就问我说 我要不要去 他要不要去救他 因为那个加害人就说 你来 我就不跳 所以你很明显 他就威胁恐吓 然后要他回去 所以这样子整个那个高压控制的情况之下 就是等被害人是被掌握在他的加害人的手里面 他怎么逃 对 都逃不出去 事实上这个加害者已经建立了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可能是一个 不只是你跟他的关系 可能是你的周围 你的亲人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公司 可能都在这个网络里面 这在网络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操控你的工具 对 所以可能你把他杀死 也许是一个解脱 对 自己的方法 那当然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这得要更细 更细致的讨论更判断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过来谈到 像这样的一个案子怎么去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为什么台湾已经家暴 防治法已经通过那么多年 这个问题仍然是发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 参赞直观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关中向 参赞直观会客室带着 透过访问的方式来 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看收听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要透过手中的国民法官的审判 来谈非常非常复杂的家暴问题 在节目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执行长 杜英秋 执行长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好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觉得好复杂 对 真的不是那么的简单 对 特别是你要一个 人跟人的关系 家庭的关系 情感的关系 暴力的关系 权力的关系 对 又是一个私密跟封闭的关系 然后又要透过一个外在的力量 去做某种的判断 甚至他可能会去判决 这个判决 不管是嫁害者或是被害者 他可能都可能是被判决的对象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处理的一件事情 对 非常不容易 对 你们刚刚在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里头 有提到你们的诉求 其中一项数 就是家暴杀人案件的审判 应该强制引入专家证人 纳入情刊敏述的减刑条件 什么叫做这个情刊敏述的减刑条件 有哪些的确切的案例可以来说明 我觉得我们刚刚在讲的是情刊免诉的部分 它是 里面有规定是说 他犯罪的一些情状 必须要有特殊的原因跟环境 而且他客观上足以引起一般的同情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以可以罪基法定刑期能最低者 他才可以就是作为那个就是引用的部分 那一般而言的话 大家记不记得有蛮多 譬如说邓儒文沙夫案 那还有一个是 几年前也是副委员会的案子 就是赵岩斌的杀妇案 这两个案件其实都有被判三年多 那他们都是 就是因为长期遭到家暴而导致的 那赵岩斌是来自于中国的那个妇女 那因为遭到先生的暴力 甚至不让他去就医的状况 那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导致杀妇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就是为什么引入专家证人 专家证人就其实就补充法官的不足 跟国民法官的不足 因为他们对这一群的长期受虐 或受虐的妇女 他的一些状况他是不了解的 那还有包含对 为什么会构成家暴 跟为什么他不愿意逃离 因为很多在探讨家庭暴力 我们都会探讨到 为什么这些妇女他没办法逃离 为什么不离开的原因 如果你没有去理解这些的话 你就把他当一般人来看待 那一般人来看待的情况之下 那你派人就用一般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刚刚在59条里面 他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跟环境的 家庭暴力他就是有特殊的原因跟环境 而且那么严重的受虐的状况 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 所以这应该由专业人员 来跟就是现场跟法官 跟陪生法官来跟他们说明 那他们比较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有可能会采取杀夫的行为 那尤其对我们说家庭暴力婚姻暴力的本质是权力控制 那很多人对权力控制其实是不了解的 他们没办法理解 同样是夫妻为什么要权力控制 那在父权社会之下 尤其有些人就是希望透过权力控制 你要做什么你就要符合我的标准 我的决定 你去哪里都要尊重我的要求之类的 所以这样的状况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你很难去做好的判断 所以你也很难去看看是不是适用59条的使用 所以我们还认为这部分应该引入专家证的 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像这种所谓的 类似像家暴楼案件或是像性侵案件 他们可能会到家事法庭 或者是这个傅佑专雇 这两个机构跟国民法官之间会有关系吗 就是说他好像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私密性的审判 或是这些组成会跟一般的法官的这种判决的过程会比较不一样 但是国民法官好像又希望是一般的民众可以参与 那这两个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 因为一般有关于性侵害或性的议题的部分 或是可能家暴的案件 亲密关系的暴力 它是不公开审理的 对 那不公开审理就是为了保护双方的被 双方当事人 那很重要是保护他的 因为公开审理之后 他的周遭亲友 尤其孩子可能会被指指点点 所以基本上是不公开审理 那我们说家事法庭是针对民事的 就是审理离婚案件 还是监护权或是保护令的家事法庭 那还要包含如果是你如果被起诉 刑事属于犯罪定罪的话 那我们叫做那个刑事的案件 那在现在包含地检署 就是检察官跟地方法院里面 通常他们会有一个折成一个妇幼专股 来审理这个类似的案件 那为什么要有妇幼专股跟家事法庭的存在 因为要进入这类似的审理 单任的审判长或是法官检察官 他们都要做过训练 那训练就补充他们对这一部分的 比如包含性别敏感度的不足 包含创伤知情 包含他相关的法律间 社会迷失跟婚姻报迷失 这个都会包含在里面 那所以由他们到 因为他们有一定这样的一些知识跟补充的 所以相对他们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全面的去做一些思考 不会只有看到 就是好像跟一般人的状况一样没有差 所以我们会期待是说 就是国民法官的法官 职业法官或是国民法官 他没有这样的知识的话 情况之下应该要透过专家的协助 辅佐来协助这整个诉讼进行 这就是你一开始提到说 你们比较不赞成这样类似的案件 透过国民法官职业 而是要透过相对专业 不管是这个妇幼专顾或是家事法庭 来处理是比较好的 对 那其实这一次的 我看他们证据里面包含有 他的家人的证据 证词 还有他孩子的证词 其实从孩子的证词里面 其实他就可以理解妈妈的痛苦 那社工的报告里面 其实也写到 是说他为什么没办法离开的一些原因 那我猜有可能他们不是很懂 你看他们写的那么详细 甚至他姐姐其实讲得非常详细 他整个的一些状况 他求助我们的状况的情况之下 那所以才发生了这个事件 他是整个亲族都害怕的 不是只有被害怕 他的亲友通通害怕 就是唯独好像婆家那边不会害怕 其他都很害怕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可以去理解 为什么是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让所有人都 产生那么大的恐惧 对 可是他们是没有被看见的 这样的恐惧跟焦虑 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人身安全 有可能害怕被杀死的一些焦虑跟恐慌 恐惧的那种处境是没有被看见的 那可能就换来是说对令人同情 这四个字 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邓若文沙夫案事实上是 发生在这个1993年 然后在1998年我们就制定了这个 家庭暴力防治法 甚至我们也是亚收第一个去实施这样的一个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国家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进步 那可是在现实上面 你刚也提到了 不管是这个案子 或是之前的一些案子 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家暴的问题是层出不穷 所以这个法看起来是 对这样的一个家暴问题 它能够去解决什么问题 或是什么样的问题 是目前这样一种法治 还没有办法解决的呢 我觉得家庭暴力防治法 它其实我们大概每年就 几年就会修 那会应那个最新的议题 来进行修订 在法上面其实是没什么问题 那最重要是说 你对这种权力控制 高压权力控制的案件的时候 你可能要有特殊的考量 跟特殊的一些做法 这跟法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法上面都有写了 那包含是说保护印 申请保护印 他被害人可以申请 那社工就是县市政府跟警察 可以协助他申请 就当申请人 这一块也是没有问题 那被害人为什么 这个被告 为什么把那个保护印撤销掉 因为他有更大的恐惧 如果他不撤掉 他可能会死掉 那警察的话 其实也没办法24小时 来进行保护 可是他又不回去的时候 他有可能担心他家 但是如果他要求撤掉保护令 我们没有一些相关的机构来判断 该撤或不该撤 通常会问他 那时候会劝他你不要撤 OK 你千万不要撤 对社工而言的话 一定会跟他讨论 希望他不要撤 可是他的害怕恐惧大于 大于就是撤掉的后果 所以 他自己会权衡 对 因为他撤掉 有可能先生 就的确有一段时间 不会对他 对 所以他会比较好一点 对 他可以喘息 可是他当不撤掉的时候 先生可能不断的一直 持续在恐吓威胁他 让他一直在每天 过着那个 就很害怕的生活 这也是有可能 那我是觉得 这种类似高压全控的案件的状况 还要包含这种长期酗酒的案件的话 我觉得在如果进入一些 譬如可能申请保护令 一些案件的话 可能也比较期待是说 可能法官可以比较有GAS 或是比较愿意的 不是有GAS 就是可不可以 请法官可以多裁定一些 包含是说他可以做加害人处理计划 然后他可以跟这个加害人再讲说 你这样的行为就是道德劝缩这部分 有些法官真的很努力在做 那可是有些加害人他就是 他本身的性格有可能 有一些性格就不是很好的 很会比较伤害的一些性格的话 那这时候有可能是需要用更一些 司法权力的一些介入 对那高压全控的个案 像我曾经服务过的 没有服务到三五年其实很难 对那三五年这样的负担 其实对于社工是很重的 没错 而且是长期的 那这个被害人等于可能会 来来回回 因为他需要有成功的经验 所以他每次可能逃跑 或是因应的方式 可能有好的不好的经验 他可以回来找社工 跟社工讨论要怎么做 所以不是简单说你跑掉就好 因为你要先增强他的内在的能力 我们所谓empower empower就是 他有自信 他觉得我可以面对这些问题 或是我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最重要的是他觉得他有权利 去做这件事情 empower就是 他从一个被害人他是有很重的无助感 对 他认为他什么都没有办法去掌控 我连我在家里好不好 我都没办法去掌控 对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控 他连他下一秒发什么事 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 所以这是需要很多周遭的亲友 包含社工警察跟亲友 去告诉他 让他练习 是的你是可以慢慢长出力量来 你是有权利去掌控的 那这个掌控力量跟权利抗重 是需要做一些试验的 譬如说他去报警 他敢不敢一个人去报警 因为他会很多会想象 那担心报警之后 我先生是不是马上就知道 马上就来找我 那我回去是不是惨的 还有包含是他住屁股所的时候 会不会他家长被威胁 一直在闹一直在闹 这时候屁股所他是安全的 可是当他不断的被传line訊 跟他说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杀死谁 甚至用宠物来威胁 说还会拍那个直播给他看 你不回来你的宠物就杀了怎样 童童几刀之类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他还安心住屁股所 是不安心的 所以这是需要被害人的部分 需要去长期跟他工作 那加害人的部分可能也需要警察 跟一些亲友去不断的告诉他 这是某种社工辅导也是必要的吧 那我们社工一定会辅导 只是整个期限要拉长 不是说最加害人的 现在也有加害人处育计划 也是有 也有 对所以像这种比较全控 高压全控型的个案 我都会形容 这个个门父女讲是说 你要去脱离他就好像 要跑一场马拉松 对 那我会形容是说 你先生就好像一个山寨大王 他的奴隶逃跑了 他一定会把他抓回来 想信办法抓回来 因为坦克巩固他的地位 那他怎样去 你怎么去逃跑 就是要很不断的不断的去逃 那你要深信你过得好 其他家人可以过得好 所以包含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不断跟他讨论 如果你住庇物所 你要怎么跟家人讲 那家人要怎么去因应 那对方会用各种可怕的手段 去对付家人 去威胁恐惧他 那他可不可以承受得了 他可不可以因应 这些都是需要很多时间 跟一些好的经验去成就 但是我们从小到大都 不会有这样一个教育的内容 或者是也不太一开始 就遇到这种经验了 对对所以这种通常是 比较资深或是像我那 还好我那时候刚毕业也是 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去试验 不断的试验 才比较可能 而且现在因为很多的社工压力 案件非常的多 因为我们被要求要接住每个人 对 所以每个人都要接住 那你案件那么多 你社工有限的情况之下 分配到时间就会比较少 我们社工的整体的人力 也是不足的待遇 也是要好好监讨的 对 我觉得待遇这部分 可能就会慢慢越好 可是重点是 里面工作内容其实是复杂的 有些是高危险的案件 所以像我们是民间社工 那政府社工其实承接的压力 是更大的状况 那我们不是只有服务个案 我们才要接受 每年要接受好几小时的训练 我们才要写报告 还要办活动 对 公司写那个记录 其实说记录很多 包含政府一大堆一些 一些的表格的一些 没错 因为出事了大家就看 你到底有没有做好 就开始检讨社工 对 像这个案件有的人说 对啊如果社工怎样怎样 就不会 可是对高压全供的案件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你去检讨社工 等到社工一直也会检讨 我是不是做不好 我都做成这样子 自己压力也很大 对对 我们所有社工都非常害怕 没错 父女被杀死 一部分是父女杀死 那个 那个 老公 对 要不然就是 那个长期受报的孩子 杀死爸爸 那这样的一些行为 其实很多社工是 认为自己要承受 那会害自责 自己是不是做不好 那有些社工 因为这样子就崩掉 就觉得很可惜 那为什么来自于这样 因为 就是整个社会会有救责 包含救责社工 救责警察之类的 那我们也不希望你去救责 这个被害了 那我觉得你要去救责 就是这个行为的人 为什么他不停止他的暴力 所以很多的受报妇女跟孩子 他期待的是 我不要有打人的先生 我希望跟先生好 我们可以维持好业的家庭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用暴力方式 各种暴力方式来对待 孩子也是一样的 只拜托他停止他的暴力 所以申请保护令 是为了希望他停止他的暴力行为 而不是在报复他 可是很多人会认为是说 你就是在报复我 我拿到家庭暴力 有时候他会觉得家丑外扬 警察又借路 我没面子 所以那个就会抓起来 反而会有某种的反罪用力 那在这种反罪用力出现之后 这些受报者 他其实就会更紧张更害怕 对 你知道刚开始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一条叫做为了阻止破坏家庭和谐 然后制定 保护被来人制定 因为破坏家庭和谐 所以很多警察跟司法人员是不敢介入 他说他原本就是介入都会破坏家庭和谐 可是你原本家庭是意地暴力的 已经不和谐了 对 可是他认为是说 你这样子会不会更破坏他的家庭 拿掉 是以被害人安全为主 这个是罔顾现实 对 那我们不断会跟一些网络人跟他说 是他破坏家庭和谐 家庭暴力防法是 让没有暴力行为 那需要做一些改变 那因为一个人 从头到尾就全控你习惯了 我只要出这张嘴 我就有人可以发现 我就有钱可以拿 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叫他们去做 普通不用去做 没错 那我努力工作 这是一个是 就是当山寨大王 那有一种是 他每天还努力在工作 可是他整个工资里面受气怎样 他回来他就喝酒 发泄 那他也是一种复制 一个全力控制的一些复制一样 那不是他没有赚钱之类 那是说家庭经营是要经营的 你不能说你把气通带回来 然后就开始喝酒 开始骂小孩 打太太之类都有 那第三个是 我觉得有一部分 台湾这部分 要注意的检讨的部分 华人有一种观念 我不知道 我觉得很多人也有观念 他认为是说 亲子关系是天生的 我好像不用花太多经营关系 很多的爸爸会跟我说 我每天工作很辛苦 我都赚钱养家 所以孩子理所当然就要跟我亲 就要听我话之类的 那亲子关系是要经营的 那如果没有经营 你就认为你是爸爸 你是家里出钱的人 理所当然 我就是要孩子 其实对孩子而言 是更大的一些恐惧 这就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非常复杂 因为应该这样讲说 即使是加害者 它背后也有非常非常复杂的因素 例如说整个的社会制度 它自己的养成的过程 或者是在公司里面面临到的 各式各样的问题 但是不管如何 我们都还要去保护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 但是保护受害者 或是提供受害者协助 或是让受害者能够 empower 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问题 是很重要 我本来最后一个问题 那副委员会可以提供 什么样的协助 但是刚听到 哇副委员会很累 社工很麻烦 不过我觉得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副委员会 如果真的有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你们可以怎么去协助他们 基本上副委员会原本就有接 那个台北市跟新北市 受报妇女的服务 跟孩子的服务 如果有受到那个家庭暴流 第一个你可以打113 113 你要咨询的时候 询问的时候 或是你可以上网去通报 就是关怀一起来 好或之可以通报 那只要打13 或那个通报的话 他们会派当地的社工 有可能县府或是民间团体 跟你联络 跟你一对一的一些讨论 如果打电话来副委员会 我们会稍微了解之后 然后会协助他通报 或是会告诉他通报 对他好处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有误会 基本上家庭暴力通报 他只会跟这个 社工只会跟这个被害人联络 他不会跟其他家人联络 因为这是要保护被害人 所以有些人会说 我通报之后 我先生不就知道吗 没有 不会的 那如果被知道的话 你就会去抗议 因为在一般的做法 只会跟被害人 来联络 可以 那如果危急的话 对方动手了 都已经要打你的时候 这时候打110 都会一定要记得打110 不要打派出所电话 为什么 什么差别 因为派出所电话 有时候没有接 而且没有录音 打110 可以有录音 那危险的话 打110 有时候会可以定位 你可以说我在哪里 我住哪里 然后我有 我快被杀死 我生命危险 他们110 可以用卫星定位方式 来协助你寻找 对 所以这部分是 比较好 那最好的方式是 周遭的邻居协助他打电话 因为我们曾经有被害的人 一打电话 就被打得更惨 他如果发现你打电话 你就完了 对 因为他求助 他就是不要让你求助 对 还会跟他料狠话 你告诉谁谁你就完了 就是会类似这样 所以为什么他不敢 去求助 很多因素是被威胁恐恶 对 谢谢 今天真是让我们 有很多对这样的一个暴力 对 对 对 很多内在的非常复杂的过程 那怎么去国家 或者是整个社工体系 怎么去协助 我们当事人怎么去 因为这些问题 都是很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 来接受我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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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